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特色美食 山西圆取的炒芹 炒芹是山西的最异美食 它选取的是圆体图有的家庭白土 把这个白土擦碎 砸烂了以后 用筛子给它锅成面面土使用 锅成面面土以后 我们开始活便 活便的话 我们选取的茶味道都很简单 都是 芝麻 花椒叶 茴香 一些家常用的一些茶味料 花好面以后 我们就开始烧土 烧土 土滚 这个现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我们把这个土倒到大铁锅里面去烧 把它烧到背层的一个状态 这个过程呢 我们把这个面切出棋子豆的一个形状 然后等到这个土开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棋子豆倒到这个大铁锅里面 倒进去以后 我们先定型 定完型以后 我们去角度 大概随番炒到20分钟左右 炒芹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制作经营 呃 在远去 不论是家人外出 盛学 盛班 都会去携带一下炒芹 它炒好以后 它的口感是酥酥脆脆的 表面略有浮土 但是被影响使用 口感酥酥脆脆 越吃越好吃 越嚼越香 绝成的不错 盛哈 盛 UP what airline någonting 干杯